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我是暴君 今天来说一说 亮女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的电影 身后事 肉丝是一名小学老师 平时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简单来说就是 生活中那种不喜不悲的人 和男票杰克搞事的时候 也是一副死鱼的样子 好像活着 已经没有任何乐趣可言 杰克担心他推上过头 就搞个求婚 想惊喜他一下 随之亮子因为工作的事情 又吵了起来 肉丝一气之下开车离开 刚好当晚又下去了大雨 心情极度糟糕 又喝了点小酒 再加上雨天露滑 很自然的就发生了车祸 等到醒来之后 肉丝已经躺在了兵役馆里 入恋室连书 温馨提醒他已经死亡 过几天就要入关买账 见肉丝不相信 还拿出了一样的死亡证明 杰克一直无法联系到肉丝 去学校求问老师 也没打听到他的下落 最后只好来到未来岳母家里 这个才知道 肉丝昨晚出筹获 去了上帝那里 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两人再也不能参财 绵绵到天涯了 肉丝的老妈 突然挤着要先死去的女儿 连书只要临时给他来一针 让他进入一种 魂碎加死的状态 肉丝一直都不相信 自己已经死亡 但身体却很诚实 没有脉搏和心跳 也感受不到任何痛痛 杰克来到殡仪馆 想见肉丝一面 却被连书 也不是家族的旅游拒绝 肉丝听到两种争执的声音 大声求救 结构没法见的隔音太好 杰克最终还是没能听见 连书一直向肉丝 灌输着一种观点 那就是他已经死亡的事实 但是肉丝根本就不想见他的鬼怪 还刺激造成一把剪刀 想要杀死连书 连书继续传销洗脑一样 让肉丝不断地否定自己 在囚禁的交代时间点 肉丝一直都在想办法逃离出去 终于顺连书出去拉尸的时候 偷偷搞到了他的钥匙 一把又一把地试了一遍 终于打开门锁 准备留出大门的时候 连书突然杀了回来 肉丝干嘛留到一间房里 打电话给杰克 杰克却只听到了一阵杂音声 在连书又一次的洗脑 和魔镜的加持之下 肉丝开始慢慢相信 自己已经死亡 这一幕刚好被楼下路过的学生 荷兰蒂看到 杰克去学校 收拾肉丝物品的时候 荷兰蒂脚走完 看到肉丝的事情告诉了他 杰克以为这小家伙 只是在瞎扯呆 随便教训了他一下 直到在街上看到红群 才想到厨师那天 肉丝里就穿了红群 于是马上来到殡仪馆 又是大叫又是乱闯的 肉丝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并没有去回应 在他的潜意识里 他已经被认定死亡了 当时杰克并不死心 他第一时间来到局势里 建议警察通知 最好去殡仪馆搜查一下 只可惜没人理他 也不可能会有人聊他 当晚荷兰蒂看到肉丝 连书也看到了楼下的荷兰蒂 当机就对他一番心打 说自己是唯一能看到他们的人 既然荷兰蒂也能看到 那说明是同道中人 于是拉拢了荷兰蒂 在入关的时候 肉丝还特意拿镜子 欣赏了一下仪容 不知觉地探了一口气 镜面上竟然出现了雾气 肉丝这才知道 脸上一直都在忽悠搞鬼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肉丝又被打了一枕 很快就假死过去 亲朋好友张亚完之后 顺利的漏关下葬 准确的来说 肉丝被活生生的活埋了 杰克一直坚信肉丝还活着 脸书故意刺激他 应该去目的查看一下 于是杰克在半路上 也很顺利地出了车祸 醒来后已经躺在了兵役关里 而脸书也正在帮他料理神后室 跟在他身边的 世界班人荷兰蒂 看嘛哄 我只想说 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 是活着好呢 还是死了好 这是影片所要探讨好拷问的主题 也许就像片中所说的一样 人们害怕死亡 但更害怕活着 脸姆尼生扮演的杀人魔 看起来也很挺有感觉的